请接牌 众人拉下布木宣布里内多了一间与众不同的咖啡屋 冲泡咖啡的店员年纪都好像有点大 用来买咖啡的好像也不是纸币 是的,您没看错 这里是社区关怀站所成立的十间咖啡屋 服务的店员都是社区志工长辈 买咖啡交易的则是十分银行的十分券 我们原来就是在活动中心三楼 但是其实它的能见度不高 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把它搬到一楼的店面 然后未来这个咖啡屋是希望可以成为社区居民 他们固定可以来这边做人际交流 或者是照顾者家庭的一个喘息的一个场域 那在这边居民可以在它 只要有空的时间它都可以来这边 跟这边的其他的民众互动 所以其实这边它未来可以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平台 开幕第一天就吸引社区许多人士前来感受一下 不一样的咖啡香及社区长辈亲切的问候 连一元都闻香前来祝贺 有一个地方能够去品尝咖啡 所以非常的有意义 那今天这个时光咖啡屋成立了 非常的有意识 也非常的有创意 找个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能够为整个社区域来服务 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地方来喝咖啡 不只是十分券 只要想喝咖啡 都可以用现金带着走 社区志工长辈 欢迎所有高雄市民 有空前来咖啡屋一座 享受一下悠闲愉悦的氛围 以及暖乎乎的咖啡香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导 感谢观看